我事實上也觀察到在大外管理層 你說他完全沒有做事 這個也不公平 事實上也在我們很多的溝通中 他們知道 一直在政府爭取 怎樣能夠繼續保留這個地方 當然繼續保留這個地方 剛才李副後長也提到 從最開始的一個協議來說 他應該是很有難度 就算繼續保留 都應該很難用來做一些UGC-funded的活動 這個學股大家也必須理解體制 如果大家要抗爭的話 我覺得應該從一個這麼高的層面 去看看這個體制上 是不是有些東西我們可以表達的意見 將矛頭指向大學管理層 也都覺得不是一個很公道的做法 另一個就是 就是剛才有同學提到 搬去CBA究竟能不能夠運作 當然Terry也提供了很多很專業的意見 但是從我作為我會教Sculpture的老師來說 我不會容許在任何一個地方 大家上Sculpture的堂 有身體生命的問題 這個是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你說在這裡 當然我們 我很珍惜現在我們在這裡 我能夠教Sculpture的地方 那些地方也都不是在計算裡面 是在將來CBA的那個赤數裡面 是能夠包含得到的 將來CBA我們真的要搬去 將一些Happy Duty的Studio搬去的時候 我們現在也都很努力 就是如果在一個這樣的要求底下 我們要放我們的教育活動下去的時候 我們要做到他真的不能夠運作 很老實說 如果大學管理層問我 從這裡搬回去CBA 有沒有要妥協的地方 就是在教學的質素上面 我不敢說是大學質素的妥協 但是 第一就是 學生的人數 就是上課 每一個course上課的人數 因為那個空間的改變了 事實上我真的要重新考慮 我Sculpture的一科可以提起一個學生 應該是會少了 那這個 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如果我們真的要在某一個 Studio的環境下工作的話 會因應到環境去填裂 究竟我們能夠收多少個學生在這個科學 當年我都明白 CBA在一個設計上 有很多可以改良的地方 事實上 CBA開始籌劃的時候 如果說2005年已經有一個想法 我也都沒有開始做APA 但是在2009年開始加入APA 我都會有大家同樣的一個困擾 怎樣搬過去 但是當 我只能夠說 我做了心理準備 我們的官國 而一個負責任的做法就是 我有這個心理準備底下 我怎樣將門交給你 最好 我怎樣將現在的事情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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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特刊裡面我最欣賞的兩環 第十二、十三年 同學從一個更闊的社會層面 從文化藝術發展的社會層面 我剛才還沒看到 我剛才開始在這間 我剛才開始發展了 我剛才開始發展了